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沉默把自己的心翻说 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 不会忘记了初衷 慢慢的一二三 渐渐的在两端 独自穿过陌生街头 不让泪都流 一样的月光 蒸发了泪光 爱让有情的人 可以去跟从抵抗 一样的月光 照在我的心上 有爱我的人 陪我生活就有方向 喜悦悲伤 因你而发光 陪我去装 长大后身边的人 总是沉默把自己的心翻说 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 不会忘记了初衷 你这首歌温暖着我 慢慢的一二三 渐渐的在两端 独自穿过陌生街头 不让泪都流 一样的月光 蒸发了泪光 爱让有情的人 可以去跟从抵抗 一样的月光 照在我的心上 有爱我的人 陪我生活就有方向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蒸发了泪光 爱让有情的人 可以去跟从抵抗 一样的月光 照在我的心上 有爱我的人 陪我生活就有方向 喜悦悲伤 因你而发光 陪我去装 长大后身边的人 总是沉默 把自己的心繁锁 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 不会忘记了初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对凑球恶手进行一次彻底革命 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南宁华南围棋俱乐部企业家代表团做客我们白谱节目 今天和我一起白谱的是广西南大职业的董事长李浩海先生 你也说两句吧 我非常有幸能够到刘老师的白谱节目 天眼频道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对我们奇迷朋友 最重要是我 这个奇艺有很大的提高 好 今天是带来哪一盘奇呢 我今天带来一盘奇是 我在南宁市参加南宁市八届运动会的一场比赛 这个比赛是我之前赢了对手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新小木部局 这个是比较平稳的一个下方 对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新型的变化 这个单关跳啊 这个是罗启和曾经下过 是吧 他一般是这样的 走这儿的时候 见到这儿来 这是当时呢 就说这是罗启和 自己在家里面 只能想到一个 突然觉得这样一个进行方式 找完之后正好有个点 对 现在呢 但是呢 这个奇它单关的话 跳到这儿来 这个奇总结来说还是比较损的 有点损了 因为这个奇新小木部局 它的特点就是平衡感比较强 所以说呢 如果走尖冲也不好 它爬过来正好分头嘛 所以这个奇要么就点三三 要么就双飞 这样处理的话可能要效果好一点 哦 这个奇没有必要飞 嗯 这个是打恶手 这个奇呢 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攻 嗯 那么说呢 黑奇呢 先飞一个 嗯 飞一个呢 扩大一下眼位 嗯 走成这样 如果要自补的话呢 这奇会好是顶住 哦 顶这里呢 它如果往这顶 嗯 你可以直接帮出来 就是这个奇形 好 可以这两手都不用交换 哦 直接就顶住了 直接飞这个顶这个 它也走 板死 哦 这好东西 如果它退 然后你这一挡 上面一个眼底下一个眼 直接没必要跳了 它也封不住你 哦 但是呢 白奇呢 它也有个应急的手段 嗯 它尖住这个 嗯 它尖这一手呢 就是说你如果长 聚手 就是白奇 然后它再 往这抵 嗯 这是它苦心的一手 嗯 这个奇呢 那我觉得也有可以呃 呃 转换就是搬到这儿了 嗯 它虎住 嗯 虎住你也可以退 你可以自己逼住 攻击它啊 啊 这这也是一种转换的一种姿态 呃 这个奇的奇形 您要骑住往这儿 这时候不能点了 啊 这时候点因为刚才不是猜了嘛 对 这要是再一冲上一夹 这就伤害了 对 这时候要单顶 嗯 跳完之后再顶的话呢 嗯 它就损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叫完亏了 对对对 嗯 这个奇飞呢 没有必要是 因为啊 首先 这是收根嘛 嗯嗯嗯 但是呢对方如果要做这样围的话呢 他也没有两个眼 嗯 所以这个奇就不成了收根 如果收根的话呢 做白奇来说 嗯 如果顶 你长在挡住 嗯 反而让你这很薄 这还有点啊 尖啊 对 这就没有必要走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呢 嗯 可能就飞一个走 然后呢 把这个气啊 嗯 走长一点 再跳一手 嗯 你既然跳了第一手 这就不怕第二手 嗯 如果走这 然后走完过来 这样走 从宏观上面控制这个局面 嗯 然后有期的空光的局面 这就先走 是 这个地方看来是有点 嗯 有点圈可 嗯 对 对 顶了一个 对 顶了一个 这个是打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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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一顶完了之后 这不是这么几千手吗 对 对 对 嗯 再跳一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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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对 两边都是活气 加进你 为什么走这儿呢 是因为我要让自己的头走唱 然后这三边在牵制你 以后这个大场 我相信肯定是白旗为主导来占你 这反而显得黑旗薄了 对 你这反而显得自己 旗行很舒展 对 实际上这个跳 是在战争年代 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脱离主战场 没有在前线去打仗 对 那黑旗 好感觉 这个感觉 专业感觉 加一个 挤一个 挤一个 挤的时候 它这个该不该粘 那没办法 这不粘就输了 这必须要粘 要不然废弃了 那黑旗跳到这个了 这个倒没有比较 这个气直接补这一手 直接补到 因为你唯一的弱点就在这 你把这个唯一的弱点一补起来 你除了损了这一点点少少的施工之外 所有的都是你好 外死 攻击力 它一手活不了 然后还有借用 然后这个气边攻边围 这个气就空 走这儿呢 我就担心 现在它是靠的 对 它是靠 靠一样 靠一样 黑旗只能办 对 这个下方就感觉跟这个维控一样 你虽然这里多了几目气 但是呢 浪白旗啊 推到阻斩场 来给你阻斩 对 直斩它是这么个退了一个 那 放了一个 把那停了 这个时候黑旗 但这个下方薄了 是吧 嗯 这个旗很简单 这个虎是鲜少 嗯 那么说呢 这就存在于 拐一个一双 嗯 这个旗很简单 就可以看出一个机构 就是一尖 嗯 你一张我一冲 嗯 虽然你是活旗 但是呢 这个旗不排除 你对这个旗 它不严厉 它肯定很严厉 嗯 嗯 对 找到这种 这种 尖是很厉害啊 嗯 追攻击的时候 特别是需要 需要保护自己 它在尖顶 尖顶 嗯 要跳出来 哦 跳出来 嗯 跳出来 我 这个时候 连这个 缓不缓 这个缓 这个缓 这个有点缓 哦 对 这个 这个旗 说老师 长一个都有先手 嗯 这个段呢 哦 实在不一定 就跳一个 哦 现在这个时候 在作战的时候呢 嗯 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觉得攻 攻不到了 嗯 你要转身 嗯 现在呢 你们俩真的是一个大头 嗯 然后这个冲断 这也很严厉 嗯 这时候你只能在这 再跳一个 哦 补一手 嗯 补一手 把自己走唱之后 赶快走大唱 嗯 这个这个时候 还手 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弱点 他才补了一个 他也本着对了这个冲 是吧 那我赶紧挂这个 嗯 这个挂 这个挂 您看 嗯 这块旗啊 也没有完全的安定 嗯 那么说你这一挂 本来这个旗啊 嗯 你挂到这儿呢 这就相当于是三斤高架 嗯 然后你还脱先了 嗯 那么说这是无理从 嗯 这个时候你 这时候你 你现在要走的就是要针头 哦 因为这不是有间断吗 对对对 你现在要补齐 嗯 你不补齐 你往这儿走 嗯 他一尖 我想让他尖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跳 哦 再跳 嗯 不让他一手围起来 哦 对 五个 五个时候我就点了这 嗯 第一手 嗯 他可能也觉得 嗯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 有点 肯定是脚大 这是 脚大 您如果往这儿走 嗯 肯定是往这儿 点力 这个脚大 哦 现在他判断失误了 对 我贴了一个 哦 这个有用吗 哎 我想就在这个出来之前 先交换一下 哦 但这没有便宜的地方 嗯 这个没有 往后是不是对这个有点帮助 搞不搞不太懂 是这个 但是 我跳着 嗯 嗯 就留点味道 啊 对 留点味道 是这个想法 可能这个是损了很多 是损了 嗯 嗯 我一看 嗯 可能这么一尖的话 他这个很好的形状 对 我不肯 我直接 这个棋有两种 两种情况可以找 第一种情况就是违控 啊 就就觉得脚没有鞭大 哦 第二种情况就是 嗯 要把对方引到自己脚 啊 我在破控 逼得到脚 攻击对方 啊 因为他这块有个弱棋 这个子我想真先拆到这个 但这个 这个 这个棋 必须要勇气 因为这个棋下 他气性很好 嗯 他随便一靠就活了 是 而且以后这边有个点 啊 眼里不能粘啊 对 反正有个尖 对对对 你要粘这儿 他就冲过来了 对 这是有弱点的 反正是什么 那他 如我所愿 去活脚 像这个棋 我建议一下啊 嗯 就是说呢 这个棋冒险成分太大 如果要想真的要 来攻击他 嗯 那不就直接走这 碰到 就是我跟你讲个战术 啊 他如果搬 嗯 退 哎 这个我外面这两种我亏了 嗯 然后我再一煎 哦 这个 如果他要往这儿搬呢 我一连搬 嗯 打刺我一尝 嗯 你如果打这儿嘛 那我就走到正面了 哦 这个棋我就不损控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 然后呢 如果你粘到这儿来 那就不用说了 那我打刺是先手 嗯 嗯 嗯 你如果煎活的话 嗯 这个下法总比这个好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拐 也可以逼住他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战术 他如果单粘的话呢 嗯 这你已经把它归入切了 再剑 对 那这个下法就 对对对 这个要生动一点 对对对 嗯 嗯 退 嗯 嗯 这个时候我逼到 嗯 嗯 这个逼到这个 总是觉得愉快一些 对 嗯 看才看大出来 嗯 嗯 半上半 嗯 嗯 这时候可能他选择 这个没活 嗯 这个选择活了 这一块起来没安定 嗯 它会有点痛苦 对对对对 这反而 它达到了你 刚初的一个目的 达到我的设想 对对对 达到一个设想 它现在只能去活脚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不管 不管是业余爱好者也好 啊 专业骑者也好 啊 如果能下骑的时候能达到自己人够瘦小 啊 对 极大的一种满足 很愉快 对对对 很愉快 呃 对它的攻击 对 对 有点帮助 你这这几步棋又下得相当漂亮 很专业了 嗯 嗯 把这个这块鸡整个 比较难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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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我是 直接吃它还是 嗯 因为这有个尖 嗯 我是走了一个 嗯 好 我们这样 嗯 我们呢 也让爱好者观察一下 嗯 我们助长休息一下 嗯 好 我们现在助长回来 嗯 这是我点了一个 嗯 嗯 点了一个在拍的 这个节 嗯 一拍 它很难受 只能先拖一个 先拖一个 断住 我太愉快了 这个地方 断住 哎呦 这边工面围很舒服 嗯 然后它还是被迫去打这个节 嗯 断 朝这个节才 要吃 打 剃了 嗯 我找了这个节才 嗯 这很难受 这个这个节呢 就是说被 被你的这个战术 和下 对 拽着拽着这个 点点 嗯 嗯 这个节不能损 这节必须要立下去 嗯 这边有帮助 嗯 嗯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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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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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 黑棋 早棋的话 呃 有很多种选择 因为它几乎是无优机 对 对吧 对 嗯 嗯 我冲这个节才 嗯 这时候我可能是有点 有点后悔 我是该走这个或者走这个 可能还挺好 对 就找节才的话 其实呃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其实你走架子也是节才 啊 对 对 我走一手这个 然后再补一手 我觉得挺好 因为它要消节 我再补一手 对 是吧 但是这块鸡可能还 还得要去忙一下 现在你是直接来攻击它 呃 我先把这个走了一个 冲一个 嗯 发这个节才不走 后面那个 没有 没有那个东西 嗯 那它 我就 这时候 我就不理了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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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很明智 嗯 他这个可能也觉得这个时候 呃 比较落后了 嗯 嗯 逼了这 但是再落后也不能走上 嗯 因为这个鸡你要搬到这儿呢 只靠上的都结材 啊 对 嗯 对 这我也没有去 马上去杀它 嗯 我也逼住它 一翻 这么一逼住它 它也不敢去再拖铅了 拖铅再拽着 就更加麻烦 嗯 它拔了 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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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了以后 可能这个时候我的选择 哎 有点缓 是 这时候可能是不是该走 走一走 现在我们简单的判断要行使啊 嗯 黑棋这个棋力的几率要与白棋要打得多 嗯 那么如果立的话 这就 这就 十目 二十目 二十五到七 二八就 三十三三三四三五四六六七 什么叫四十 四十二目七 它提名五十目七 这种十五七十六 所以说二十二一二十二二二十四 这三十目七是不止的 三十六 三十八六四十四一 四十三 四十五 所以说五十五四 如果就是为了这二路线 这上面不要围 啊啊 围到这儿 然后立到这儿 嗯 这就是你木树就给它烧好 嗯 那么如果呢这个起码没有活 嗯 我建议这个起码应该是直接点 直接点这个 这是个技巧 哦 这就配合你这个力啊 哦哦 它不走的话 它不走的话 你这一断 打吃再拐打 很难 对 如果它冲的话呢 你反正 还不能断 断了打死了 嗯嗯嗯 它走这你就正好把它贴死 它要粘着呢 嗯 就直接尖死它 哦 它一走半死 对对对 它要尖的话呢 就粘住 这起码跑不掉嘛 嗯 这是恶性嘛 嗯 这个戏呢 优势很大 嗯 这时候我尖了这个 哦 这个不好 这个是打 打还手 嗯 这个戏你必须要点这 嗯 这个是好手 它如果跳 嗯 你断 嗯 它搅着 你打吃 嗯 一般要粘到这儿来 这有几种下方式 单挑一个 嗯 边围 这很简易 而且这是活气 对 这个可能是我们业余棋手的 啊 一些小便宜的心理 可能你当时优势意识比较浓 嗯 那它肯定碰着 嗯 碰这个 我比起来 嗯 这个脚可能对它活得大了一点 嗯 我这个时候我断吃这边 正不正确 这个鞋 这么厚的鞋 它碰的时候 嗯 嗯 怎么像应该往这走一走 走出来的时候 嗯 这个鞋要考虑力 哦 下蹲 嗯 它走出来然后你把它贴起来 嗯 这个它危险性很大 它要往这下蹲 就直接爬回来就行 哦 这个危险性 基本上是 这个不死 这个要死 嗯 嗯 这个鞋这个样子 被它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嗯 我确定要加一锁 加这个锁 嗯 也比那个好 哦 这种东西搬 这会去没有活 对对 它也很危险的鞋 对对对 这个它是两边壁活一块 嗯 断属 嗯 嗯 嗯 这时候它飞出 嗯 扣一个 嗯 这个这个就不要走 这个这个鞋也没有很大的意义 哦 这若是活鞋的话 嗯 比如说我要是搬到这儿了 嗯 你要是退 嗯 我身上是怕的话 我就一手鞋活了 哦 我要是顶着这儿 或者活了之后 你再断的话我得跳 嗯 所以这些鞋呢都没有必要走 这个鞋太大了 哦 这鞋也要算后手有二十木器 啊 因为拐到这儿呢 你打 嗯 这要有点 你如果打成这个样子 这只有四木器 现在人家回到这 嗯 一木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木器 如果 如果它不走的话 这请你一般一走再也打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一 一三四四五十六 十六加十 二十六木器 哦 二十六你这得了 三十木肉了 就是 至少二十木出头 嗯 二十木出头 就相当于是 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加强 三块钱 还没二十木 对吧 所以这一步器啊 什么都不走 谁走这就赢了 嗯 所以这就赢了很多了 所以木的概念一定要加强 对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去打仗呢 嗯 对吧 嗯 那它这个走的也是 不显明 哦 这个不 这对它来说它形势不好 它肯定要 嗯 我拼一下 嗯 这一场呢 这个时候 嗯 它还是走了这么一个起 嗯 这个废弃了 嗯 我赶紧退一个 嗯 这么一斤收兵 对 它可能也感觉到这个有点危机了 嗯 看我一个 退 其实像这个这个退啊 在我们眼里都是优势下的还手 哦 因为我们每一步骑啊 嗯 都是要寻求大小的比例 如果要说这个其实不是极锁 嗯 这个大小嗯 这个非肯定比那个大 对 对 这个利益 这个利益比那个大 嗯 所以有的时候千万不能在优势下面 嗯 手软 对 或者就是说安全 对对 一定要算木 要不然有的时候经常会输半木啊 啊 这就让你睡不着觉了 对对对 对对 这个也是练证了你这个说法 对老师 后来差点一 嗯 一整套组合拳也差点像了 是吧 有翻盆的可能 嗯 好 这样就退 靠 靠 靠来长 嗯 再退 再再提 再贴 再贴的时候 我加了一双 加了一双 加了一双 它反 反 反翻 那我再反翻 这时候可能它下来不臭招 嗯 翻了这个 那打 他以为 可能是误以为这个能有个减器的东西 嗯 这就有点复杂了 嗯 嗯 作为优势的情况下 总是不希望下得那么复杂 对吧 对 很安全一点 是 可以 它冲 它是 冲这个吗 冲这个 对 冲这个我就拔了 三 嗯 然后翻 它猴子 它猴子 对 嗯 猴子我一看 觉得 这么厚手就吃了几个好像 又不大了 走不着这个了 对 这个比那个要大 对 我就走了一手 这个 嗯 冲 冲 吃 翻吃 呦 这个下得好 气质 它还拔 它这拔可能是手头有点问题 还有还得接后手去活 对 那后手活的话 我这个 嗯 我那个棋 我就基本上能走着 对 你这个定型 比我刚才说的这个 尖的定型更好 嗯 嗯 团子 它伸服手 嗯 这个要说一下 这个器啊 要按 现在收控的话 你要帮助 哦 打 爬 嗯 而不能圆 这个圆的木属 一爬一走就反打 对 嗯 它这什么意思呢 这完全给你拼命了 它团这个时候 我还顶了一个这个 哦 这个 这个器 这个器我 我是觉得好像有个点 什么东西似的 有点 难受 嗯 对对对 是有个点 再来摆一下 嗯 怎么有点呢 这尖是先手 嗯 嗯 这一走先手 对 那这点是先手 嗯 你在那边就充 对 充断 对对对 正好就是充断 所以啊 它 串着这个结枚去补 可能 这个它有点 有点阴谋 一看赶紧补掉 对 赶紧补掉 嗯 嗯 但这个时候 空影应该是要差一点的 啊 我差点了 哦 它差一点吗 它差一点 嗯 这其实因为打先手一走 提掉是六 嗯 七十八 二十八 三五十五四十五十五十六十 这它要差 嗯 它这个时候来补这边 它还补的不干不净 嗯 它应该是一手 直接圆到这儿 一手就圆掉 嗯 嗯 那给我马上击打它一下 嗯 它这很难受 击的时候它 又成了一个打击伤 又成了一个打击伤 嗯 就这盘棋它应该是输了 它输了 嗯 而且这盘棋应该是在后面呢 所以没有很大的机会 对对对 嗯 这盘棋呢 呃我们耀海 西洋话说老说 在这一代 一个组合拳呢 是小的相当漂亮 为什么呢 这个棋 嗯 这一步棋 至少来说啊 不能说是这个局面最好的下方 嗯 但是呢 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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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